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刚才包括我们在录制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化妆造型师感觉到好热 感觉到气氛都很热烈一样的感觉 我们会觉得好像巴洛克或贝尔尼尼 其实也穿越到了我们现在 来到了我们现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叫做建筑师贝尔尼尼 今天我们会介绍的贝尔尼尼是在建筑上的成就 可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贝尔尼尼的时候 我们提到在德雷萨修女的那个雕像 在那之前 贝尔尼尼是因为他建筑上的败笔 一落千丈 落入到他人生的最底骨 结果后来呢 他仍然被人们称为建筑大师 为什么 因为在这之后 他又创造出了更辉煌的建筑设计 好 我们看一看是什么 好 当然首先呢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 我们相当于正式出场之前 我们看一点甜点 先看一点甜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圣彼的大教堂类的装饰 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是不是有很多小圣鹰 非常可爱的 绝对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 充满了肌肉力量感的小圣鹰 而是真的就是肥嘟嘟 很可爱的小圣鹰 就小圣鹰在干什么 小圣鹰他们在 其实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长廊 这个长廊我们可以是走进去的 可是你会看到 这个长廊也许他有时候不想让人走 他就会把这个布帘拉下来 起到一个阻隔的作用 好 但是那么 当然通过的时候 这个布帘如何撂起 那么一般在我们的装饰手法里面 比如说窗帘或者门帘布帘 我们就是把两边一拉一系 对不对 中分 对吧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结果贝尔尼尼说 不 我才不要这样做 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啊 那怎么能够用传统的手法呢 结果贝尔尼尼就雕塑了这几个小声音 然后他让这个小声音非常自然的 在这个布帘当中玩耍 你会觉得一切的发生都是很可爱 甚至你会去看 这个小声音在怎么 在和这个布帘好像躲迷藏一样 躲猫猫似的 结果这样呢 他们就顺其自然的 非常不露痕迹的 把这个布帘给撩起来了 然后觉得又可爱 然后又达到了功能 就是又实用又可爱 然后又美观 所以这样的创新之曲 其实它非常符合于 在巴洛克艺术里面 所流行的一种戏剧化的创造 所以它甚至在这里创造了 一个玩耍的情景 就好像这个舞台 不仅这个地方加入了 插入了一个插曲一样的 好 这是贝尔尼尼呢 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创新之处 然后我们下面再看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 圣彼得大教堂的中间的 一个那个大穹顶 实际上这个大穹顶呢 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非常宏大的这样一个大穹顶 所以米开朗基罗其实也是建筑师 也是建筑大师 结果这个穹顶建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上场可以讲到 我们说米开朗基罗绘画 画了这个创世纪壁画 和最后的审判 是因为那个时候流行 用绘画的方式去装饰教堂 和墙壁 墙面 可是呢到了巴洛克 到了贝尼尼的时代 贝尔尼尼想 那我们才不要用绘画 用传统方式 我要用雕塑来装饰 所以这里呢 他又用了很多雕塑的形态 各异的这样的一些人 然后把它镶嵌到 这个穹顶的各个部位 因为这样的手法 过去也从来没有用到过 用雕塑来装饰 虽然我们在过去的 讲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哥特斯教堂 哥特斯教堂 我们看到也有用雕塑来装饰的 但是那个雕塑 它基本上就是很规矩地 放到一个位置 它不会在这样的 我们会看到这样 这一个场景里面 雕塑也融入到 这一个大的穹顶这个场景 所以说这个雕塑在里面 起到的装饰作用 和过去的简单摆放 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极强的装饰效果的出现 然后上一条课我们讲到 圣德列萨 神之昏迷的圣德列萨 它背后的那个 就像舞台灯光射下来 然后金光闪闪 然后贝尔尼尼的这样一个 像金色线条射下来的光线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贝尔尼尼 在艺术创作当中 特别是在建筑的装饰手法当中 第一次用到的 好 我们看这个局部 这也是圣米德大教堂的内部 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装饰手法里面 我们会看到 一个它沿用了这样的一个光线 就是光芒万丈 而且我们会看到中间这里是光源 对吧 然后从这个中间光源射出来的 这样一个光线四射的感觉 然后我们会看到 有藤云驾雾的天使 然后天使和云朵之间 然后和光彩 和光芒万丈的这样一个光线之间 然后它形成一个 非常富丽堂皇的 这样的一个视觉景象 而这样的装饰手法呢 都会让人觉得特别辉煌 然后特别我们看这一座 这两幅其实是同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是不同的色调 我们看到一个软色调的衬托背景 和一个冷色调的衬托背景 但是它的效果 不管在哪个灯光之下 你都会觉得 哇好漂亮 所以你看贝尔尼尼所创造出来的 就好像这个舞台背景的灯光 可以不断地变化 但是呢 它的作品可以呈现不同的效果 所以它真的就像一个 舞台的又是导演 又是灯光设计师 然后是上面的这个雕塑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全部都被它包揽 而且所有的光线效果 它都可以考虑到 冷光暖光全部通吃 全部都可以表现出 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 这两张不同的颜色效果的时候 真的很赞叹 真的很赞叹 没有死角 它所创造的设计里面 你找不到死角 好 这都是属于贝尔尼尼的创新之作 在建筑的装饰手法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贝尔尼尼最成熟 最伟大的建筑之作 这幅作品我们把叫做圣彼得广场 其实我们刚才所前面讲到的 提到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这里 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 然后刚才提到的米开朗基罗的穹顶就是这儿 这就是米开朗基罗的穹顶 结果以前贝尔尼尼失败的那幅作品 就是要设计这旁边的这两个小钟塔 结果现在我们看到 这两个小钟塔其实比较保守 比较矮 但是过去 贝尔尼尼尼的设计 是把它做了至少三倍高 就只比这个大穹顶 比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矮一点点 就这么高 所以重量实在太大 最后使得整个教堂的重量承受不住 下面的墙壁开始裂 所以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错误 但是贝尔尼尼是从这个错误和教训当中 最后凭借着圣德列萨修女的 这样一个雕塑 结果东山再起 结果东山再起以后 这一个圣彼得广场 这是圣彼得广场 那么圣彼得广场的设计任务 其实我们看贝尔尼尼尼是雕塑家 圣彼得广场的这样一个设计 它应该是更多的应该交给建筑师 应该是给一个专业建筑师 结果这个任务最后还是给到了一个专业的雕塑家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说 贝尔尼尼仍然可以被称为建筑大师 是因为他最后他把这一封设计做得非常完美 好我们看圣彼得广场是怎么样的 那么圣彼得广场 它依托于圣彼得大教堂 那么在圣彼得大教堂呢 就相当于一个上帝的居所 就是一个神的最高的 包括当时的这个教皇的所在地 也是在这里 西斯廷教堂就在这个旁边一点点 所以呢这就是最神圣 最高的这样一个基督教天主教的 这样一个神的所处的位置 好那么神是住在这里 坐在这里 总之他的权位 权力的中心就在这里 那么所有的使徒来到圣彼得大教堂 怎么去呢 他们会沿着 这其实前面我们有看到 这个往前面延伸 就应该是当时罗马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街道 然后沿着这个街道的入口 然后进来以后 就会穿过圣彼得广场 然后这里呢是埃及的方间碑 然后这个埃及方间碑 我记得应该是现在应该是七个还是八个 然后其中有一个放在这里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华盛顿 在华盛顿 好然后就穿过了方间碑以后 就笔直往里面走 然后这样呢就进入到了圣彼得大教堂 其实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 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哀悼基督 就是第一尊23岁的完美作品 就是我当时一进门的 这个右手边的第一尊雕塑 那个位置也很重要 好我们看到使徒这样进来以后 进到最神圣的这个主体 结果呢贝尔尼尼就设计了一个 有一个带一点曲线环抱 把这个广场这样一个环绕围绕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感觉什么 就好像上帝在 人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里面 然后上帝伸出他的手来环抱他的使徒 他就有点像这个感觉 所以每个使徒进来的时候 你如果从远看 你想象一个这个俯视角度 就每个使徒进来之前 没有达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他都在上帝的环抱之中 他就已经处在上帝的慈爱 慈悲之中 所以这样呢 这就像了一个守护 或者一个能量的一个扩张 就从这个主教堂生出去 所以他的这种震撼力和寓意非常的强 所以这一项这个设计 当时这个设计稿一出来 人们觉得就该这样做 就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天然 就应该是这样子来设计的 所以让这个任务呢 委任给了贝尔尼尼 其实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所以后来呢 加上这个圣彼得广场的这个设计的 如此完美和成熟 所以也使得贝尔尼尼最后是 占到了艺术的最顶峰 就不光是雕塑 然后包括建筑 甚至在建筑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手笔之上 他其实是更 应该是交出了一个 更完美的一个打卷 好 而且呢 虽然我在很多的一些资料里面 在谈到 因为关于贝尔尼尼 他的一生其实也是大喜拉罗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 站到很成功的高度 然后中间摔下来 摔下来十年以后 之后又爬起来 爬起来以后 他就一直在高峰 然后就没有跌落过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看BBC的影片的时候 莫尾就有一句话 说在圣彼得 大教堂的 圣彼得广场的这个设计 成功以后 说贝尔尼尼呢 后来就结婚 就结婚生了孩子 就养育了八个孩子 而且呢 在信仰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虔诚 所以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有迷失过 所以你去看这个人的灵魂 或者这个人的那个生命的过程的发展 他会经过起伏以后 最后达到一个稳定的阶段 并且再也没有迷失 这实际上就好像一个灵魂 他最后找到了他的家 或者他通过艺术 通过创作 通过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品 找到他灵魂可以安放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 关于这个圣彼得广场的一些放大图 局部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站在圣彼得广场 站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角度 然后我们来往这个方向来看 就好像上帝站在这个位置 上帝站在这个位置 他环抱着他的使徒 然后这是我们刚才说那条主街 从罗马的这个主街进来 一直这样过来的这样一个情景 所以整个设计的非常完美 你觉得完美无缺 好然后在这个围柱式的 这样的一个圣彼得广场呢 他是用了这个希腊最简单的柱子 然后把它围起来 就成为这样一个环绕的围柱式 然后这个每一个柱子伸上去 延伸上去都有一尊雕塑 大家看一下 好都有雕塑 然后因为有两边 然后这样的这个雕塑呢 一共就有162座 有162座 然后其中有20余座 是贝尔尼尼的珍品 因为贝尔尼尼在后来得到了 又得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 艺术的创作的这个任务以后 他其实没有办法 每一尊比方说100多尊 全部由他一个人完成的话 他这辈子到死都完不成 所以后来呢 他就形成了很多的草稿 由他来画 他画草图 然后他的就形成一个工作坊一样的 就有很多的学徒 然后学徒呢 就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草图来雕塑 然后可能快雕完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贝尔尼尼再来指导几次 或者他们搓一搓 纠正一下 修正一下 然后最后呢 可能这其实都是贝尔尼尼的设计 当然设计一定是 一定是 所以其中呢 只有二十余座呢 是贝尔尼的真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石化 应该是大石化 好 好 这里我们会看一下这个维柱式 然后这个柱式呢 它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 它非常简洁 那么怎么看柱 什么叫柱式 就是柱子的样式 那么我们就看柱头 那么其实从古代希腊呢 因为我们古代希腊建筑没有专门讲 如果古代希腊的柱式留到现在 柱子样式留到现在 其实就三种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最简单的 没有太多装饰 然后这个柱头呢 因为它太粗大 所以在中间部分会有一点膨胀 有点大的感觉 然后到了下面呢 再稍微收 所以整个这个柱子呢 就显得很简洁 很雄伟的感觉 所以这个呢 叫做多利克式 然后柱头还有一种叫埃尔尼式 就是有一些柱头上面有一个漩涡状 就好像一个漩涡一样的 好像这种其实也蛮常见 沿用到现在还有很多柱子这样用 就叫做埃尔尼式 然后还有一种柱头呢 就是它像一个花篮散开 有叶片散开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柯林斯斯 它其实就是模仿那个花篮 那个叶片打开那种感觉 所以基本上从古代希腊 大家注意一下 从古代希腊 一直流传到我们现在当代 这个柱式还是基本上这三种 基本上还是三种 所以说在希腊建筑 为这个在建筑史上 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注释 就是这种维注释 好 这个埃尔尼的雕塑呢 就采用了最简洁的多利克注释 最简单的 好 好 这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圣彼的苍狼 就是我们可以站在里面 也可以走 然后我们这里会看到人 我们看到人的比例 通过这个人的比例和这个柱子 大家看 这个柱子其实一个人是围不过来的 其实很大 所以很雄伟 会显得非常雄伟 所以你去想象 每一个使徒从广场中 因为你站在 站在这个狼柱子里 你都看到人这么小 然后当那个人在 广场中间 站在房间背了你 然后往两边一看 这么大的柱子围着 他觉得上帝真的 那个慈爱 那个伟大的力量 他会觉得内心就充满了 人好渺小 然后上帝好伟大 这种视觉效果 这种对比很震撼 好 然后这是 其实是我在网上搜索图片的时候 我看到的一张图片 然后他们说 贝尔尼尼之所以为贝尔尼尼 是因为 不对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罗马之所以成为罗马 是因为有贝尔尼尼 因为在罗马城里 如果在这里面到处去闲逛的话 你去游玩闲逛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贝尔尼尼的雕塑 比方说 四合喷泉 非常著名的四合喷泉 然后以及在这个影片 就是非常老的那个影片 黑白影片 那个罗马假日里出现的 很多的那个雕塑场景等等 其实全部出自于贝尔尼尼尼之手 然后呢曾经还有一部影片叫做 十几年前的一部影片吧 叫做天使与魔鬼 然后这个这部影片的前身呢 实际上是那个 就是讲的那个 达芬奇的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幅 那个名叫做达芬奇密码 就达芬奇密码那部电影出来以后 后来又出了一部姊妹片 就叫做天使与魔鬼 因为在这个达芬奇密码里面 他就是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等等这样一些作品 作为线索 然后什么破案啊什么的 当然那个故事其实是虚构的 然后后来呢 就那部影片叫做天使与魔鬼里面了 就它也以艺术作品为主 但是呢你去看一下 里面出现的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是贝尔尼尼尼的作品 所以你去到罗马的街头 你就会发现太多贝尔尼尼的创作 不管从雕塑到建筑 包括建筑的装饰样式 所以有人说巴洛克 之所以有为巴洛克 绝对是因为有贝尔尼尼 没有贝尔尼尼尼 巴洛克是没有办法单身的 是无法产生 所以后来我收到这一张图片的时候 他说贝尔尼尼雕塑展 展出地点 意大利 罗马 展出时间 永远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展出时间是永远 那么只要罗马永远存在 贝尔尼尼尼的作品就永远存在 好 然后我们看最后 看这一段话 这段话呢 出自世界美术名作二十奖 由傅雷先生所讲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说这一段话呢 其实前面第一次课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 我们当时在讲 阿波罗与达夫尼 这个雕塑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其实就讲一个 讲一个男欢女爱 然后结果就是男欢女不爱 是这样的一个 爱情当中的一个追逐游戏 然后后来的 普鲁童与帕尔赛夫尼 然后我们说他讲了一个 抢婚的场景 大家就会觉得 在巴洛克的这些艺术作品里面 他绝对没有像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里面 那种灵魂性的震动 然后精神的提升 然后觉得这些故事都是什么呀 然后太普通 然后太讲 包括讲人的欲望 然后其实我们看上去 好像神圣的神志昏迷的圣德莲萨 结果实际上呢 他在讲一个情和爱的 欲望的表达 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 巴洛克艺术太注重了 只是视觉的炫目 就他只在创造了一个 视觉盛宴 但是他没有太多精神内涵 觉得他没有一个 强大的一个精神内涵的支撑 所以后来有人就会说呢 觉得巴洛克艺术呢 因为他在文艺复兴之后 就觉得巴洛克艺术 其实蛮颓废的 太视觉了 然后太欲望了 然后太情欲的表达 所以人们就觉得 巴洛克是一个腿废的艺术 或者认为他是在 文艺复兴之后呢 然后一个没有办法去 走到一个更高点 然后他就只有找一个 视觉冲击的 从这个角度去做 创新和突破 所以后来有人就会 瞧不起巴洛克艺术 觉得他太佛夸 太娇柔的角座 所以说包括这个巴洛克的意思 就是畸形的珠子 就有一个角式的 角式其实是不太好 这个词是这样一个意思 甚至有人认为呢 巴洛克都不能够成为一个 单独的艺术 因为觉得他不够伟大 后来所以说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傅雷说了这样一段话 所以在艺术史上呢 就有两种说法 一个人认为巴洛克艺术 是一个艺术流派 还有一个认为巴洛克 是一个不能被称为 艺术流派的 或者说不能够登上 大唐之雅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 但是傅雷呢 就说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黄色的这句话 我们看黄色的这句话 他说与其 所以以公正的态度来说 与其指责巴洛克艺术为腿废 乌林说他是意大利人 在文艺复兴之后 十七世纪的新艺术 而且呢 他不独是意大利的 更是十七世纪以来 整个欧洲所 欧洲所蜂名的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从他的影响力来看 那么不光是说 人们喜欢他 因为视觉的东西 可能有时候 这个感官的享受 其实也是需要的 有时候人们说 当你太追求一个 只是精神上的 严苛的一个 像苦行生一样的 这样一个 一个修行 或者说修炼的话 你会觉得 哇 人生其实还有 其他很多乐趣 那么吃喝享乐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享受的 而且这其实不是 也是文艺复兴所追求的吗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追求 因为我们人的存在 人存在就有七情六欲 就有吃喝娱乐等等 所以为什么这些 我们不能够去发展它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享受它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而且这个存在也是合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而且它的影响后来之大 就不光在意大利 而且整个十七世纪以来的 这个欧洲全部风靡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 然后很多装饰样式 包括书法 然后包括这个庭院设计 然后包括到这个建筑啊等等 所以说它风靡了整个欧洲 如果我们还否定它的存在 其实来说也不公正和客观 所以我还是比较赞同 傅雷先生所讲的这一段话 我们应该承认到巴洛克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和它的地位 好 然后我们现在刚才就花了三节课的时间 然后讲到了关于巴洛克艺术 从雕塑 当然我们是以雕塑为主 其实还有巴洛克绘画 但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涉及那么多 那么巴洛克绘画呢 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卢本斯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同学 能去查阅一下关于他的资料 这是绘画 然后还有包括建筑 以及新的这种建筑的装饰样式 然后都是贝尔尼尼首创的 然后我们大概这样一个 对巴洛克艺术呢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了解 好 巴洛克呢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课 下一堂课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一个清新的 你会觉得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甚至可以到一个小清新阶段的 这样一个新的艺术样式 也就是在贺兰 也就是在17世纪的贺兰 我们去看看在那里发生了什么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